振兴三倍券该怎么花用呢 现在也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最近有立委就接获了宫庙成情 如果信仲拿着三倍券去捐香油钱 那么庙方能不能拿来换现金使用呢 因为根据现行的规定 如果庙方有立案的话 就能够到银行来变现 不过如果宫庙的规模不大 而且没有立案 无法直接换现金 只能够在期限之内 把三倍券花光光 对此经济部回应 三倍券的用途就是要振兴经济 所以就建议 宫庙把香油钱分成两个部分 如果拿到的是现金的话 就先存起来 至于如果有人要捐三倍券的话 就直接拿来先支付日常开销 振兴三倍券还没上路 已经成为各行各业最关注的热门议题 就有立委接获宫庙人员陈勤 如果收到振兴券该怎么用 第一时间想向政府求解 却得不到答案 信众来到公庙参拜 免不了要添点香油钱 不过接下来 如果给的是振兴三倍券的话 庙方又该如何处理 会有这样的疑惑 是因为经济部明定 有立案 有统编的公庙 才能够直接拿券换现金 只不过大多公庙没有立案 只能在年底前 把拿到的三倍券通通划掉 无法把券变现金 因为你到时候收到的金额多少未知 假设说一下子好几万块 你说哪有办法一下子消费这么多 就算说我消费这么多 第一可能也是要一段时间 等容现金用 就把这些钱存到银行去 那是我们最想需要 我们是建议说如果这样的话 他还是先去使用真心券 把现金拿去存 因为我知道公庙平常也有很多的日常支出 是必须要去支用的 对庙方而言三倍券可以用来支付日常消费 但能否在期限内花光 是否衍生弊端 也成为庙方可能面临了新问题 政府振行经济方向出来 但执行层面却还是浮现很多问题